探订阅民间庄这间结合到第三个文化 落去经营的观光效监困区 在9年发生火灾受到严重的灰顺 仍然在最低的时间来重见和好观 当时又来增加新年观世严文化創意的地灾 现在配合到观小节也退制到下来外党 没有请大家来体验这个文化 也感受到过这个气氛 有可以队到阶段上把商品传到Facebook上 是算了很高兴 这是第二载故事馆 会让名叫做第二载 新闻亚词在在八月的那年 有着要做地没小心受胸 做新兜手两个前头回去 对小孩生活经历很多困难 不过他没放弃专心在做地 故事馆要把第一载故事人知道 茶阿子的由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馆主 然后他小时候八岁不小心因为帮忙家里做茶制茶 不小心被一台柔茶机剪断了他的左手中指跟文明指 所以茶二子的台语发音也就是茶凉载 茶凉载 意思就是茶凉载 短凉载的意思 不过在在九年故事馆没小心收起来 也就这期中间用最低时间把最好的字面展现出来 会在后重新增加一个文章公开台式 文章是造成第二载的名字 因为它会要算名字 所以就用这个顺序来设计 要让民众国家了解自己适合认识什么题 也这样也简单介绍会如何算 那我们在导览的园区内有新设置一个文章公解茶室 看你是什么类型的人适合喝什么样的茶 然后我们就是都有一个抽签的地方可以让你去求签 抽出来的签诗 你还可以拿着签诗到我们的泡茶区 请我们小姐我们有一个仙姑会帮你解签 然后泡茶请你喝这样 然后签锁上面有号码 就是照着号码这个有签诗 就是然后上面又介绍说你适合什么 一般都是在庙里才会看到这种以抽签的方式 然后因为也觉得很新奇 然后刚好可以了解到说 自己这个年龄可以喝到什么茶 现在还有完小姐的活动 只要在上班就能喝到珍珠奶茶 跟拿到小提灯 欢迎民众来这里提案台湾花以外 也可以感受过多气氛 茶二子载 记者 泽民官 彩虹报道 好 好